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阿正 欢迎加入阿正的废宅小圈圈 本集一样带大家回顾一下近期的棒球大小事 开始之前一样请大家把滑鼠移到荧幕右下方帮我按个订阅 首先是奥运棒球每周杯资格赛 与加拿大文内瑞拉以及哥伦比亚同属B组的古巴 小组在前两场分别都以5比6败给委内瑞拉以及加拿大 直接宣布淘汰 这也终结了红色闪电在奥运棒球项目的连续夺牌记录 同时这也是委内瑞拉相隔68年后 再度于国际赛击败古巴 首战尽管面对曾经在大联盟投出无安打比赛的投手安利波桑茄斯 但古巴凭着强大火力 敲出八支安打在四局中拿下三分 无奈投手在前三局就狂失四分 本机效力日值软银行英的中继投手 李邦摩尼勒罗 在第八局上场被敲出一发阳春炮 也让比数被拉开到三分差 尽管九局下半古巴积极反攻 最终仍以一分隐恨 第二场面对加拿大 先发投手同样在首局就被对手攻下三分大局 自家打线折到第五局才开张 第七局靠着连续的安打和对手失误攻下两分 一度将比赛追成两分差距 无奈第八局上半摩尼勒罗再度十分 虽然打线在九局下半追回两分仍无力回天 尽管小组在最终回以16比3大胜哥伦比亚 但一胜两败未能挤进分数前两名 也宣布无缘4强1资格赛齐东京奥运 焦点球员方面 效力软体银行英的投手 Livar Moinello 总计出赛两场主投3点1局是2分 尽管送出4-3阵 但也投出偏多的5-4坏球保送 同队的野手Alfredo Desparnier 则出赛一场四个打数之中敲出一支安打 中日农队的终结者Raito Martínez 则同样出赛两场 主投1点1局送出1K没有10分 此外 2017年曾经短暂加盟千叶罗德海洋队的开路先锋Royal Santos 出赛三场总计11个打数之中敲出5支安打 包括两支二连安打及1分打点 替球队跑回6分表现相当出色 美国职报方面 本季转战旧金山巨人队的投手三口郡 透过个人Instagram发布即将返回日本的决定 并表示自己试图去追求大联盟的梦想 但无法帮助球队 接下来将继续寻找新球队 持续为球迷交出好表现 三口郡至2020年旅美以来 在大联盟出赛17场 战机2胜4败防御率8.06 主投25.2局就被敲出6发全雷打 送出264三阵但有17次保送 DP9高达6.0 被全雷打的频率过高以及控球成为明显的缺点 季末也被蓝鸟移出40人名单 今年季前与旧金山巨人队签下小联盟合约 虽然受邀参加春训 但开季人从小联盟出发 本季在3A出赛5场包括4场先发 吞下零胜3败防御率6.17 23.1局中送出25次三阵 但送出14次保送 BB9依旧是坚高的5.4 最后回到中华职棒 本土疫情自5月中爆发以来 不仅让中职放弃举办及参加5抢1资格赛 甚至影响中职上半季的既定赛程 根据联盟官网显示 一军至5月18号之后就宣布延赛 二军则在5月19号开始跟进 先前也考虑到5抢1以及奥运的比赛时程 下半季赛程并未安排 打开官网也是一片空白 如今受到疫情的影响 上半季复赛更是遥遥无奇 也有写手撰文指出 如果疫情持续延烧 终止本季赛程可能提前结束 最好的状态也是进行缩水赛季 但球迷同样不能入场 以现阶段的状况来看 每队要进行预定的120场例行赛几乎不可能 只能期盼疫情早日缓解 至少让本季有进行季后赛的可能 无论是以上半季战机或是其他晋级标准 少说球迷们也还有电视转播能看 如果最后总冠军用裁定的 就真的太没意思了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请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阿正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拜拜